由于蔡天凤部分的遗体人是下落不明 香港警方中午派出了大批的警力 下午将在将军澳华人永远坟产市展开搜索 另外由于附近有储水池 警方也可能派出俗称水鬼队的飞虎队 水上攻击队协助打捞 目前警方也朝财务纠纷方向来侦办 不过这个香港名媛蔡天凤生前是人善心美 意外发生之后 香港的宠物慈善机构发文悼念 感谢他过去用心用力的去帮助毛小孩 还称赞他是一个充满爱心善心的好人 同时也晒出了这一张蔡天凤跟猫咪的合照 还改为黑白照表达悼念之意